当然不行啊 因为这个违建的部分 其实这个县政府自己也知道啊 李嘉芬自己也知道啊 我们要还原一下 看今天李嘉芬所讲的话 因为他的违建分几个部分 除了我们之前讲的 一个部分 他自己拆的是篮球场 跟停车场的部分嘛 那另外一个是哪里 我们在节目上有讲过 在图发机场上就讲过 组建物的部分 有可能就只有违建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图 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嘛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本来的房子是长这样子 那后来盖成什么样子呢 后来盖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 其实你一看就知道 长相不一样 那换言之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嘛 你要变更他的 原来的建筑的结构也好 设计也好 那你至少要跟县政府 那边去做申请吧 那你很显然 组建物一定有一些改变的过程 是没有申请的 所以他是违建 那他既然违建 他有违法是事实 所以今天李嘉芬 我们还原他的话 不要说我们在冤枉他 李嘉芬的讲法是 组建物的部分 以律师的意见仍然存疑 存疑这两个字 这是李嘉芬的用法 不是我们的用法 所以当今天 回到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本来所有的人在看 今天你那个所谓的 豪华农舍违建事件的时候 大家希望的是 你今天自己 你要选 身为要选总统的人 而你现在的身份 是高雄市市长 那你自己作为一个 也要管理高雄市违建的人 那你自己有违建 那你怎么告诉大家 你在高雄市 在执法的时候 你可以公平的执法 那更不用说 你接下去要选的是总统 如果在当市长的角色 你的执法都让人家会 质疑的话 那你选总统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豪华农舍的 违建的时候 大家在等的是什么 大家在等的是 你怎么处理这个违建案 所以才会有人说 捐出去 有人说你干脆全部拆掉 那这几种讲法 其实就是希望 你有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那他今天的 李嘉芬说 你们挑剔我的农舍 只因为挂了李嘉芬名字 这个农舍就有原罪 因为他的问题 违建为什么不会有人买 博弈这个话我就很有意见了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买卖房子 都有一个土地的房屋现况说明书 这个只要有买卖房子都知道了 你在跟签约的资料 一定会有这个部分 叫不动产现况说明书 不动产现况说明书里面 一定会有一条在这个部分 叫建物 建筑改良物 是否有包含未登记的 改建 增建 加建 违建的部分 这个东西由买卖房子 都有经验了 那我问你 这一条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外推 或是一些增建违建的部分 这个其实在买卖房屋 这部分勾下去 打说我有违建的部分 有没有买方会买 有啦 台北市 那个是继承违建 完全不一样 这状况不一样 这不就是违建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 台北市像台北市 有很多的是 它的顶家顶楼家盖 它就是违建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 它的违建 不管它是寄存违建 还是什么时候的违建 如果它是它自己造成的 那我们今天要问一件事 那你怎么处理这个违建 那所以就在于说 你想想看 违建的房子在台北市 很多是像顶家会人买 可是问题在于说 你知道云林股坑 我有看一下 它实价登录的资料 它的每个月的过户的 买卖成交建数 大概差不多十几二十件 如果有建案的话 数量会多一点 那这个案子你说 有一个买方主动 他要去买一个违建 而且他还觉得说 这个我都一切都合法 都没有问题 这怎么可能啊 而且如果 所以这次违建是如此 而且博弈 你有一件事情 转不过去啦 如果他真的都是合法 如果他真的都是合法 他也都没有问题 他干嘛便宜卖 今天台湾有人会做这种事吗 我的房子都合法 市价可以卖一千五百万 我为什么要用 低于一千两百万的价格 去卖掉 这说不过去啦 你的房子都合法 你的房子都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见价出售 你只有今天你的房子 是处于有瑕疵的状况 所以市价一千五百万 我选择我让三百万 我让四百万卖掉 只有这种可能嘛 那你现在要回过来说 你比市价便宜三四百万卖掉 他一切都合法 他都没有问题 这个对于民众的常识理解来说 说不过去啦 所以今天在于说 这个事情回过来讲 你这个 李嘉峰这个处理的方式 你用卖掉的方式 去处理这个违建 这个是民众希望看到的处理态度吗 尤其是对中间选民来说 他今天希望的看到的政治人物 要挑战总统大位 你执法至少公正两个字 你要做得到嘛 那如果你今天处理方式是 这个有争议 所以呢 我选择用卖掉的方式做处理 那表示你等于是没处理 你不但没有处理 而且现在开了一个洞 就是很多人会质疑说 那买的这个人到底知道不知道 因为其实一般人买卖过房子就知道 八月这个时间点处理房子 在于民众的处理习惯上面 就不是这样嘛 通常鬼月的成交件数最低嘛 就是你这个重大的决定 好今天就算有买家想要买 我至少把过户时间 按照民众的习俗 是压在鬼月过了再过户嘛 那为什么拼在鬼月的期间 他也要过户 所以民众自然会去质疑 两个点都是不符合 我们小老百姓的逻辑嘛 那如果这个房子 他开了一个质疑的洞 你去接手的人 人家质疑说这搞不好是你认识的亲友 凭良心说这件事情 大家好不好奇 好奇嘛 因为你看李嘉峰这个记者会开完之后 接下去下午媒体都在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在追买家的身份嘛 那为什么要追买家的身份 因为人家就会好奇一件事 在这个鬼月的时间 你不太卖得掉 而且你卖的价格 其实实价登录要到两个月后才会看得到 那你会不会是卖给你认识的人 或者你是左手卖右手 这个质疑坦白说 没有办法得到确认之前 民众一律不会消除 一律不会消除 对于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正当性 跟公正性 其实民众质疑就不会